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林国昌议员关心到非强制性中央公职金制度的参与情况 或者补补最新的数字 去到2020年的第一季 是有212个雇主加入制度 当中是有21,000个雇员 是参与了公职金共同计划 参与率是22.7% 雇主当中有6家是博企的 虽然有6个雇主 但他们聘用本地的员工是约8万人 在央职金制度加入的对象 当中其实到现在为止 是有15,000个雇员加入了这个计划 由于这个央职金 相对他们原先的私人退休金是比较吸引 起码没有了这个解雇和供款对冲 权益归属又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我们相信 雇员选择这个非强制性职金 会慢慢增加 而且新的人一定要 只能够选择这个非强制性职金 所以我们有信心 那个博企里面加入的员工 是会不断上升的 而且我们也有信心 除着这个博企加入 它周边的一个企业 也都会加入这个制度 我们是有信心这些雇主加入的话 就会令到更多的固言得着这个益处 至于 郭昌議員关心到这个专营、特许经营 在内一些公共事业的机构 加入的情况 其实我们所有的 基本上二百多家都已经接触了 其实他们大部分都已经是 设计于这个私人退休制度 我们叫私退金 由于他们都是设立的年期比较长 还有他们的条文相对比较复杂 他们都需要一些时间 来梳理一下 万一要加入非强制性职金 也都平衡两个制度之间的关系 所以暂时来讲 他们都是一个研究的阶段 其實我們今年開始打算再接觸當中有一些有興趣 聽了我們解釋了之後想去加入 大家都明白開始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在疫情過後之下 我們繼續接觸這些僱主 我們隨時給予他們的幫助 如果他們有需要加入的話 我們會盡力給予這個支援 我們期望他們同樣都能夠盡快加入央值金這個步伐 至於是這個加入212個僱主的當中 其實這個社福機構佔最多的52% 這個教育的機構佔14% 其餘是一些商業的15%等等 因為我們社福基金和教青局、社工局都有一個合作的小組 共同來推動相關的機構 我們今年都會繼續來加強合作 我們希望讓社福機構和教育的機構 能夠有更多加入這個制度 我的補充在到這裏 世界各的環稿 台北 解登 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